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射雕英雄传衍生CP 导演宣布重大计划,非常认真 近日,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频频传来新动态 甚至肖战还凭借这部电影衍生了一个新的CP 肖战和徐克导演被称为肖帅徐怪 还真别说听起来朗朗上口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徐克也宣布了一个重大计划 要进行三个月的视觉实验 对待自己的演员和作品非常认真严谨 关注度非常高,肯定不希望辜负期待 据悉,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衍生了新CP 肖战和徐克被和称为肖帅徐怪 颜值实力并存的主角肖战和大导演徐克合作 想一想都非常期待 另外,徐克导演也关宣了一个重大计划 要进行三个月的视觉实验 一定会给观众带来非常精彩的表现 肖战是实力派演员 也是优质偶像 搭配上这么强大的阵容和制作班底 期待就完事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支持 本身都非常优秀 还非常认真 对剧本负责 对观众负责 令人为之动容 话又说过来 这是肖战时隔多年后 选择以主角身份加盟电影 直接给观众塑造郭靖这个 基本上家喻户晓的角色 相信肖战做足了准备 不会失望 总之祝福肖战 相信所有的工作都在导演的计划安排下 我们不需要起人忧天 更不会妄自菲薄 保持关注和期待即可 肖战不仅有新电影 新剧梦中的那片海也要播出了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 早点见面 肖战非常棒 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 宠妻人设 却不是恋爱脑 肖战这一版的郭靖不好演啊 从知道射雕英雄传要上大屏幕 就很担心郭靖会选个丑的 似乎有太多人都知记住了郭靖的憨厚和忠诚 然而事实证明 徐克导演挑演员目光精准 哟 这下完全不用担心郭靖的造型会普通 毕竟演员肖战的帅气程度有目共睹 郭靖有多帅呢 原著中 黄荣对郭靖一见钟情 而金庸对郭靖的描写也非常多 比如 身高宝阔 胸宽腰挺 浓眉大眼 但见男的英俊雄伟 郭靖站在城头 神威凛然 忽必烈见郭靖气宇轩昂 见他挺立成头 英风萨萨 所以说 憨不等于丑 好吗 神雕英雄传拍过很多版本 郭靖的饰演者都是当时最红的艺人 比如 黄日华 刘德华 胡歌等前辈 不论哪个版本的郭靖 和丑都是搭不上边的 哪些觉得肖战颜值太高不实话饰演郭靖的 大概需要再看看原著 郭靖憨不假 但是他是分人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憨不等于傻 郭靖的武功有多高 不需要小心来科普了 可以说 金庸武侠中能打低过郭靖的 一个巴掌竖的过来 不要提郭靖排兵布阵的军事实力 可以做将材的人能憨到哪里去 郭靖的憨之针对黄荣 之存在于他的情感世界 用最实心的话来说 郭靖他没有恋爱脑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 恋爱脑不在少数 比如 灵狐冲对他的小师妹 单方面受虐的程度让人唏嘘 张无忌遇到朱九珍就更哈巴了 给跟链子就能跟着走 杨过等了小龙女16年 但他撩了一个又一个也是不争的事实 金庸笔下的年轻男主多多少少都有点恋爱脑的毛病 但郭靖是个例外 郭靖的画风与三味风流又潇洒的少侠相比 非常的格格不入 在情感上 他好像从来不主动 但事实上却是 他强势地支配了自己的感情 在郭靖的情感世界里 从来没有让别的女人有过我若可以 那该多好的机会 他对黄荣是一心一意的好 不存在对任何女性的余情未了 他始终是坚定如一的 从没有过任何的撩妹行为 或者说 郭靖对黄荣最大的好 就是让黄荣放心 程大小姐对郭靖有意 慕念词与他从小定亲 华征从出场到中场都对他含情默默 但是郭靖对他们的态度清清楚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正是因为郭靖在感情方面的强势 才让所有人都知道在他身上没有机会 郭靖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浓郁 他懂得应该给黄荣什么 更懂得该如何去爱黄荣 小心想 黄荣是真正得到了幸福的 有老话说 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英雄成不了大侠 是因为过不了美人观 也有人说 为了彰显郭靖的侠之大意 原著弱化了他的感情 小心不这么认为 郭靖的感情内敛又清晰 他的憨厚和侠义年少时知觉可贵 年长时更觉珍惜 侠之大者 会影响一个江湖 几代人 郭靖的侠义 成就了黄荣成为一名女英雄 更成就了一个江湖的史诗 鸟随鸾凤飞腾远 人半嫌良品自高 我能为你做的 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而你 也会成为我的骄傲 杨阳王储然恋情曝光 刘大锤的信息量超乎想象 在娱乐圈 明星恋情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最近 杨阳和王储然的恋情曝光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然而 在这背后 刘大锤的信息量却远超我们的想象 本文将为你揭秘刘大锤在这段恋情中扮演的角色 带你探寻他背后隐藏的秘密 首先 我们来揭秘刘大锤与杨阳的关系 刘大锤是杨阳多年的好友兼经纪人 两人从青年时期就携手并进 在杨阳的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指导作用 而在杨阳和王储然的恋情曝光后 刘大锤更是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他的信息量不仅仅限于默默的支持杨阳 更有着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角色 其次 我们来谈谈刘大锤在王储然的事业中的影响 据可靠消息 刘大锤是王储然的幕后推手之一 他在王储然的出道初期就开始提供支持和指导 并帮助他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和资源 正是因为刘大锤的帮助 王储然才能有机会与杨阳相识并逐渐走向了恋情曝光 然而 刘大锤的信息量远不止于此 他还是一位资深娱乐圈人士 拥有广泛的人脉和丰富的经验 据悉 刘大锤与许多娱乐圈内的重要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常在背后操控着一些大事小情 他不仅在艺人的职业规划和公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还涉足影视制作和商业活动等领域 他的智慧和眼光使他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尊重和依赖的存在 在杨阳和王储然的恋情曝光中 刘大锤的信息量再次展现出他的非凡能力 他巧妙地操控着消息的发布和传播 让这段恋情成为了媒体和粉丝热议的焦点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 将这个消息推向了巅峰 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他的举动让人不禁想要探究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和背后的秘密 杨阳和王储然的恋情曝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而刘大锤的信息量超乎想象 他作为杨阳的好友和经纪人 在杨阳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 他也是王储然幕后的支持者和推手 帮助他获得了成功的机会 除此之外 刘大锤在娱乐圈中还拥有广泛的人脉和丰富的经验 他的智慧和眼光使他成为了备受尊重的存在 在这个故事中 刘大锤的角色和他背后的秘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我们不禁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和他在娱乐圈中的影响力 他的信息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引发了我们对他和其他幕后英雄的思考 娱乐圈的光芒背后 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大锤就是其中一个 在娱乐圈中 明星的恋情总是令人热衷和好奇 而刘大锤在这个恋情曝光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兴趣 如果你对刘大锤和其他幕后英雄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自媒体平台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娱乐圈内幕和故事 让我们一起探索娱乐圈的精彩世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